车转转弯 回收车转弯 语音警示 工程车巴谷也跟你讲 就连公车也实施动态语音 不过这些马路上熟悉的声音 却被公路总局打脸 全都违规 不合格 公路总局在联署粉转 PO文宣导 大型车转弯 倒车不可以安装大声工 合于规定的只有BB声 只要是语音讲话 验车都不能通过 超奇怪的 很奇怪 讲话还不错 可以提醒我们注意 我们是台湾人 就是讲国语 对啊 讲台语也不错 BBB很多都按喇叭 也没听到 可是这样台湾人比较多 我觉得讲话 讲中文还是比较受用 大家不一定会知道 BBB是什么原因 什么用处 大批网友更是炸锅狂轰 有问题的是 跟不上时代的规则 果然是办公室 好大的官位 公路总局养一堆不实 人间烟火的山顶动人 不过车辆语音提醒 究竟为何违规 原因也曝光 国际标准是没有使用语音的 各国的语言不同 会产生特样制造 一些复杂度 这些是频率的声响 比较容易 是 背后原因净是为了和国际接轨 民众听了更是炮火狂烧 公路总局强调 未来要不要放行 得交由交通部研议 车子到底能不能僵化 进市意外掀起论战 记者林传安 黄韵澜台北报道 我是张贝兹 播报新闻让我增广见闻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世事关心 也带你一起 总握每日时事 与时俱进 所有最新消息 热门话题都在中视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 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订阅